欢迎来到全新迪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穿吊带裙参加节目 网友身材侧身的那一瞬间 我羡慕了 说起迪丽热巴 相信在近几年很多网友都认识了这个漂亮的小姑娘 迪丽热巴那张有异国时尚的脸 让网友见了遍一眼难忘 迪丽热巴的颜值非常高 并且近几年出演了很多电视剧 也是收视率颇高 有了很多代表作 荣获了很多铁粉 而近期迪丽热巴主演的《三生三世诊》上书 更是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好评 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颜值颇高 获得了网友的赞赏 并且迪丽热巴近几年也是参加了不少的综艺活动 而在一次综艺节目中 迪丽热巴穿吊带裙参加节目 我们都知道 在迪丽热巴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很爱吃 并且很爱吃零食 所以很多粉丝就贴心地为迪丽热巴取了一个外号 叫做胖迪 但事实上迪丽热巴一点都不胖 并且身材非常好 这次在穿上修身的礼服吊带裙之后 彻底打破了胖迪的外号传言 在综艺节目中 迪丽热巴穿了一件白色的吊带裙 在出镜的那一刻 从正面看起来 迪丽热巴的身材凹凸有致 并且扎着两个小辫子的 她在时尚上不缺可爱 迪丽热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张充满笑容的脸 有不少的网友评论 看到迪丽热巴的笑 感觉全世界都美好了 在这个白色礼服的衬托下 热巴的锁骨和身材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再加上迪丽热巴在穿白礼服的配衬下 穿了一双高跟鞋 大长腿也显露如遗 尤其是在迪丽热巴侧身的那一瞬间 很多网友都纷纷评论 我确实羡慕 毕竟很少有女明星能够撑得起 如此时尚的礼服 看得出来 迪丽热巴的身材没有一丝坠肉 身材凹凸有致非常完美 加上那一张漂亮的小脸蛋 怪不得很多网友都称赞热巴的脸是仙女下凡 对于自己喜欢的明星怎么样都是完美的 迪丽热巴近几年的努力和近几年取得的成绩 也证明了迪丽热巴不仅在颜值上完美 而且在本身的努力上也是不缺的 各位网友 你们怎么看呢 最欠揍的穿帮镜头 洋洋的吻气惹惹了 陆涵把背心拉得太干了 穿帮镜头一 平时我们看到的演员的身材都是比较好的 其实真实的涛姐腿是非常的壮士啊 电视上很多图片都是经过了处理 但是在一些场合好像知道了点什么 原来咱们一直被骗了啊 穿帮镜头二 在电视剧《唯美帝》画面中 甜美的吻气一定直戳你的小心脏 没想到每道报的吻气竟是这样拍出来的 注意看洋洋吻气 后面这个镜头里 洋洋竟然还穿泼跟鞋 穿帮镜头三 最尴尬的还是陆涵这个了吧 随意一个拉衣服的动作 居然正巧被摄影机捕捉到 这不少女粉丝都要疯狂了吧 穿帮镜头四换成这部电视剧 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看过吧 女神宋希在这部剧中 饰演的是一位身份卑微的女人 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最美丽的人鱼 精湛的演技 给很多的网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个毛刷有点太现代化吧 穿帮镜头五 蓝旺基26年前的发官是这个样子 但是16年后发官居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导演真的不是想让大家找不同吗 穿帮镜头六 这一幕出现在我们的大猪蹄子聂远上 在太监和皇上在谈论事情之时 人们突然看到桌子下面的手机 尽管有些隐蔽但还是被网友发现 这说不定等着太监下去了 皇上会拿出手机刷上几条朋友圈 更新下自己的动态吧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